眼睁睁地看着白银感和我擦肩而过 但我却做不了任何 大概行驶了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被带到一栋别墅的书房里 现在可以说说 到底是谁叫我们带过来的了吧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着急什么 把你们手机交上来 就这样 我们一直在书房里等到了晚上12点 书房的房门被打开 皮炎子 回国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吗 刘总 你什么意思啊 我回国还需要经过你的允许吗 呵呵 你可以答 居然发了陈总 我杀谁貌似和你没有关系吧 要是真和我没关系 你觉得我会拦下你 我和陈总合作的新盘口怎么办 你这不是盖我踩路吗 行吧刘总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不不不 你这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我刘家太多秘密 让你回国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 所以你应该明白 刘总 我奉劝你最好不乱乱来 四姐现在还在果敢这边 现在皮炎子杀了陈总 想要杀他的人太多太多了 我随便找个人嫁祸就行 阿西家豪都可以 刘总 看样子杀我只是一个幌子啊 真正的目的是打算将我们所有人一网打进对吧 到时候陈哥旗下的所有东西都将变成你刘家的 不糊涂吗 至此我才明白了刘总将我留下的真正一筒 他从始至终都还在惦记着陈哥的东西 刘总 我送你一句话 人在坐天在看 我也送你一句话 在果敢这个地方 我命由我不有天 死吧 话音落下 刘总伸手一把将刘队长腰间的配枪拔了出来直接对准了我 就在刘总即将开枪的前一秒 一直站在小黎身后的星星直接扑到了我的身上 连续的哒哒声响彻办公室 回过神来的小黎直接朝着我和星星冲了过来 星星 星 话还没说完 星星的双眼失去了所有的色彩 打 我和你拼了 见小黎朝自己冲来 刘总抬脚一脚将小黎踹翻在地上 不自量力 那我就先收拾了你 再杀皮眼子 刘队长 把人给我看好了 话音落下 一脸疯狂的刘总快步朝着小黎走过去 小黎看着如此疯狂的刘总双眼之中也产生了一丝丝的惊恐 无自觉地往后退摔倒在地 而我则被刘队长和两个保镖死死地摁在地上动弹不得 此刻的刘总已经冲到了小黎的身边 一把抓住了小黎的脚踝 拉到了自己的身边 嘿嘿 皮眼子啊皮眼子 我严重怀疑你不行 竟然如此 那今天我就给你嘿嘿嘿 而此刻 小黎越是反抗刘总就越发的心烦 就在刘总即将要开始的一瞬间 办公室的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三姐一脸阴沉地站在房门口 哥妈的 谁居然赶坏老子的好事 话音落下 刘总转头 再看到来人是三姐后 刘总直接愣在了原地 呵呵 刘总 你继续 当我不存在就行 听闻此话刘总切换了面孔 呵呵 三小姐说笑了 你向来都是我刘家的贵客 放了皮眼子 话音落下 两个免兵将我放开 我爬起身后直接朝着刘总冲了过去 仰起拳头带着无尽的愤怒 朝着刘总打去 刘总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我的攻击 厚了皮眼子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我会给你做主的 话音落下 三姐将我扶起 我的内心充满得不敢 只差一点点 刘总这个杂碎就玷污了小米 刘总说说吧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三小姐 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闹着玩呢 对吧 皮眼子 我玩你个穿天火炮 你这个杂碎 呵呵 就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我知道小黎是你的女人 我怎么可能会动呢 别人都说朋友期不可期 是吧 还是你命好了 四小姐小黎两个女人陪着你 咋咋咋 刘总这个杂碎这个时候 都还想着将我拉下水 刘总 这种小伎俩就算了吧 我问的是你打算怎么解决 我不想和你废话 再给我废话直接死 三小姐 你希望我怎么做 是要我教你是吧 好 小胡 把刘总拖出去 用电棍给我好好通一通下水道 还没等刘总反应过来 小虎直接从门外冲了进来 将枪口对准了刘总 三小姐 你好本神啊 真没把我爸放在眼里是吗 你说对了 话音落下 三姐拿出手机 拨通了刘阿宝的电话 对 刘正祥 十分钟之内 到你儿子的别墅这边来 没赶到救给你儿收尸吧 话音落下 三姐直接挂断了电话 小虎 还等什么 拉出去作罢 没一会 门外便传来刘总 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刘阿宝风尘仆仆的出现在了别墅的办公室 小虎也将昏迷过去的刘总带了进来 三小姐 不知道小儿 你儿做了什么 他自己心里清楚 到时候你自己问他 次次放过他 他就不会长记性 这次不给他个大教训 你刘家以后可就要毁在他手里了 真以为我要靠着你们刘家是吧 没你刘家 我还有郭家 眼见三姐态度如此强硬 刘阿宝一脸怨毒的看着三姐 三小姐 那现在应该气消了吧 小虎 他们几个马仔刚刚也参与了 该割掉该挖掉的意气吧 喜欢看喜欢说 我让你们这辈子再也看不到说不出 话音落下办公室的喊叫声不绝愿 刘董 叫你来救这个目的 至于你想做什么你只管做 不过我奉劝你 最好颠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 在没有绝对实力的时候 掌握与之不匹配的财富不是一件好事 皮炎子小离 我们走 话音落下三姐带着小离我们离去 小虎抱着星星的尸体回到了车上 三姐我们去哪里 去公司 三姐我不能去 呵呵没事 听我的 只管去就行 有人等着你 话音落下三姐直接将我带到了公司 我没有勇气迈开脚步走进公司 放心没事 小离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低着头跟在我的身后 走到老部门办公室后 公司的员工全部起身双眼看着我和小离 三姐一步步朝着陈哥的办公室走去 皮炎子 过来 房门打开后 我看到陈哥四姐阿七他们三人坐在办公室里 我人直接愣在了原地 疯狂地揉动着双眼 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哼哼 皮炎子 陈 陈哥 记得